早晨 欢迎大家收看即市策略 今天是1月31日星期三 今天事关重大 先看看走势 除了1月最后一个假日之外 亦会给予2018年美元方向 走势 昨天欧元是先跌后升 早段有承接星期一下跌趋势 但没有跌穿 最低下跌至1.2334 之后有个反弹 反弹到1324.53 大家要知道 1月份已经给予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已经令科幅加大了 没有以往我们一天只有数十点 可能现在已经接近100点 欧元这样走 你认为如果要转向是会转升还是会转跌 理论上应该是转跌的机会大 我告诉大家 应该是认为 今天如果市场会转向 是应该买它转向下跌 欧元下跌 买美金升 大家清楚是美金升 今天是1月31日到凌晨12点为止 仍然是今天 如果是否欧元会跌 大家要留意 跌的话 跌又会不会升完才跌 我觉得未必 所以今天说的事很直接 今天应该怎样做 博沽是否好事 什么价沽是好 是否124.50 即是用昨日的day high 来做guide line 即是昨日的high low 可能成为了我们今天如何入市的分野 欧元是123.40 上面是124.50 大家可以自己执生 既然是这样 日元更加指标作用 应该是买美元对日元 即是买美元升日元跌 现在日元仍然是108 日元更加是否不用做伤底 总之上星期五个最低 因为今次美元对日元跌得最低的价 108.32 就是最佳价格 但不用指望能看到 如果是这样算的话 可能是109以下 也可能是好的价 大家可以留意 即是买美元对日元 但现在价格是唯一只单边升 所以价格可能要有另外的东西 所以不在这里直接说 瑞士 瑞士也是 瑞士反而昨日又是升 但升后跌的幅度比较少 大家要知道 始终亚洲区会以日元作为避险货币 或是借贷货币 因为息口低 欧洲会以瑞士作为参考 如果我认为美元对日元会升 美元对瑞士应该也会 所以大家也可以留意 瑞士法郎留意 昨日的低落 澳洲市场是0.93-10 澳洲市场又如何 如果有大市波幅 美元有方向 当然澳洲市也会 但我不太建议做澳洲市 因为没有理由博物波动那么少的货币 如果市场真的有方向 澳洲市的价格 我建议大家如果想沽澳洲市 也尽量贴点这些价格 什么是贴点价格 不止只是昨天的低落 可能连周五这段上升的最高位 也要留意 即是8.135 由8.133楼上到8.135 这些价格接近 最早会好些 加指又如何 加指又是那句 它比较反常一点 如果听我所说 你认为美元应该要反弹 只是今天 可能今天是有机会转向 所以大家留意 我认为美元会有反常态的上升 看看是否跌了这么多日 今天就开始上升 今天美元可能会大翻身 所以大家可以注意 记得去SkyFiLang的微博专页 留意我们今天的策略 帮你赚到盘满盘满 希望今天节目继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